大家好,这里是如实说,一个只说实话的频道,只有逝者才能生存,这是疫情给餐饮企业上的生动一刻。 前几天某专家的一则言论上热搜,准确地说是被网友骂上热搜,这位专家说的是,疫情下餐饮业必须要主动自救,而不是要等着政府帮助,要积极转型适应消费需求变化。 很多人说,这位专家的言论是,何不食肉迷?中国餐饮业今年实在是太难了,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今年1至5月,餐饮收入16274亿元,下降8.5%,其中5月餐饮收入3012亿元,下降21.1%,被疫情影响更严重的上海和北京在这一轮更惨,地方统计局数据显示,5月份上海住宿餐饮业零售总额同比下滑61.4%,北京餐饮收入同比下降54.9%, 都是断崖式下跌,疫情反反复复的影响,已持续差不多三年,商家经历着一轮又一轮的打击后疲态尽险,疫情何时彻底结束,结束后,大家的路又该如何走,餐饮行业再等答案。 看了专家的原话其实并非完全没道理,只不过在一些从业者看来不够务实,一方面如果线下场景没有放开,餐饮行业穷尽一切办法都很难真正复苏,另一方面,疫情之下,餐饮行业困难,可以通过外卖和预制菜等货的增量, 但也只能解决部分问题,六月商务部等十一部门办公厅,明确要求抓好促进餐饮业,恢复发展扶持政策贯彻落实工作,美团等平台多次推出扶持政策,一些商场则减免商户租金,助力餐饮企业度过难关,话说得很好听。 但是现实有没有实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,面对这样的危机,商家也没有躺平,而是纷纷通过拥抱外卖等非接触式经济自救。 刘润说疫情让商家意识到,要迎接常态化的非接触式经济,外卖就是典型的非接触式经济,在阻隔病毒的安全性与保障经济生活的流通性间实现平衡。 疫情期间,糖食关闭后,外卖可以给餐饮商家补充一定的现金流,但是,由于少了环境等附加价值,外卖客单价往往会下降。 因为糖食对于用户的价值不只是吃饱喝足,还承载着相聚的场景价值,如果商家只做外卖,就很难围绕线下场景,去深挖用户餐饮消费的综合需求,无法获得食品销售外的更多价值。 因此,就像餐厅不能只做糖食,餐饮业只做外卖也是不够的,往往外卖做得很好的商家, 后来也都发展,出糖食业务,有疫情,餐饮行业糖食收入显著下滑,外卖规模也深受影响。 美团在发布QE财报时就称,美团餐饮外卖业务方面,今年1月和2月仍保持稳定增长,自3月以来,受疫情影响,外卖需求受到不同程度遏制,例如吉林等省份3月中全面封锁,订单量相比疫情前下降近90%。 由此可以看到,环境好都好做,环境差都难做。 从整体而言外卖与糖食不是此消彼长,而是同频共振,但具体到商家个体,却是个贫本事,百种滋味。 从疫情影响程度来看,不同规模商家受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,对于大多数单店商家而言,如果糖食受到影响,加上房租等应成本并没有减少,很可能出现资金流断裂的风险。 而对于连锁商家来说,由于多店经营可以保障有更灵活的收入,从而支撑各项成本支出,抗风险能力也会相对好一些,小店在疫情中存活,近乎拼尽全力。 今年,28岁的土伟宁,在深圳开的鲜美味饺子店遭遇两次疫情管控,经营难以为继,4月她与爱人将店搬到广州,结果再度遇到疫情。 这一次店没在风控区,但家却在风控区,不开店铺租金压力巨大难以维持生计。 于是,土伟宁不顾家人反对,决定住进店里只做外卖,半个月每天睡几个小时,最高峰时一天接到170多份外卖订单。 由于周边管控区域很多,为了让小店能服务尽可能多的消费者,土伟宁与外卖平台业务经理一起研究,重新划分更精细化的配送范围。 外卖平台也给其小店倾斜更多流量和补贴,熬了半个月土先生的小店一带陆续解封,小店在外卖支撑下顺利挺了过来,像鲜美味饺子店这样的小店, 还有许多武汉24小时面馆的老板,在疫情期间也积极拥抱线上平台,做外卖薄利多销,老板说通过外卖卖出的每一碗面都是增量。 对于连锁商家而言,尽管多地经营可以分散疫情带来的不确定风险,但要保住员工和门店依然要打破多年的习惯。 摆摊是很多连锁商家在疫情期间常见的自救模式,比如据证券时报报道, 自4月底北京要求餐饮企业停止堂食后,海底捞、便宜方、梅州东坡等等知名餐饮企业都探索摆摊模式。 有的甚至将摊位摆到大型小区门口,比如在海底捞西红门会剧店,摊位上摆放着各种当季水果和蔬菜, 种类丰富程度堪比菜市场的蔬菜摊,将摊位摆到外卖平台的做法,也成为了餐饮商家的重要动作。 巴弩火锅有关人士向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,北京禁止堂食后,我们入住了美团外卖平台,努力争取现金流。 此前巴弩火锅一直是提供堂食,只会在特殊时期开启外卖配送业务。 此外老字号品牌全聚德也加入了外卖大军。 对于餐饮商家来说,外卖最大意义就是通过稳定的骑手履约能力和可预期的流量展示,解决了客流量不确定的问题, 中国烹饪协会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。 在疫情影响下,超80%的受访餐饮企业认为,经营上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客流量不稳定。 有着稳定客流的外卖平台无疑是雪中送炭,除了餐饮商户自救,外界依然在不断向餐饮业施以援手。 多地相继出台了发放消费券,允许外白等政策,提振消费信心,推动行业复苏。 成都、南京等地允许餐厅外白,深圳、广州、长沙、宁波、江西等。 多省市纷纷发放巨额消费券,刺激餐饮消费。 外卖平台发布用金返佣,外卖管家服务等开源节流举措。 这些外力的助攻,都在尝试给困境下的餐饮从业者行业带来了信心和希望。 但是很多地方,所谓的巨额消费券,评分下来,每个人才几十块钱,到底能带来多大的信心。 餐饮讲究百年老字号,但真正留存百年老店不仅有传承,还有因时而变的智慧。 而在线经营,让变化发生得更快。 即便是在一些餐饮商家十分熟悉,甚至自认为摸透的外卖经营思路,也有着看不见的变化在时时刻刻发生着。 2021年底,一群有着海归、广漂、护漂等不同身份的年轻人,在广东韶关开了一家人间24位咖啡店,靠主做外卖很快在小城打开局面。 管理团队觉得做外卖打遍韶关无敌手,然而疫情反复下,店里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。 最开始团队以为是大环境问题,结果在深入跟一些做外卖做得好的同行交流后,才发现问题癥结,做得好的商家。 在店还没开之前,就把包括外卖,堂食的所有细节都考虑进去。 比如,开店前后要做什么营销活动,用户差评应该如何处理,堂食和外卖的餐品如何差异化,厨房的动线出餐应该如何规划。 他们甚至连客人进店后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。 外卖小哥会不会阻挡客人路线都提前想好,外卖不只是流量,做起来难,更难的是做下去保持红火状态。 人间24位咖啡店后来开始重视利润率低的订单,用于快速消化原材料,培养起员工的熟练程度,把所有细节做到极致,用变化的思维解决运营问题。 咖啡店单量和营业额稳步上升,如今一天的外卖单量,相当于周边一些老牌咖啡门店一周订单之和,经历疫情。 人间24位咖啡店不只是成功渡过难关,站在了全新的起点。 如今,其已冲出韶关,在广东汕头等低线城市拓电,外卖还是主要战场。 仅从线上生意来看,堂食做好的商家开始下场外卖,而原本外卖做得好的,还想更好。 市场一直在动态变化,激烈的竞争才是常态,没有人可以躺平。 后疫情时代的餐饮竞争只会更加激烈,注定会有人离场。 疫情期间,很多餐饮商家首次拥抱外卖,因获得福地形成唐食家外卖的双主场布局。 实现整体经营的数字化升级,经营者们的认知被刷新,大家都将以全新姿态参与到未来的角逐中,绝对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,只有适者才能生存。 这是疫情给餐饮企业上的生动一刻。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 如果有说的不全面的地方,麻烦大家留言做个补充。 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讨论,留下您的宝贵意见。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,我们下期再见。